这个章节我们直接看官网 打开Spark的官网 就是Spark.Apachi.Apachi.Apachi 官网的左上角 它是一个Spark的一个logo 在这个logo的右边 它有一句话 它描述的是 太如闪电般的一个分布式的计算框架 所以一定要掌握关键词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计算框架 是不是 好 我们进往再看 这里边有一句话 对Spark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描述 它说Apachi的Spark 它是一个快速的 并且非常通用的一个直行引擎 这个直行引擎是干什么事情的呢 它是对于大规模的数据处理 是不是 或者说大批量的数据处理 再次强调 它是一个数据处理框架 而且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它还是通用的 那么这个通用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等会下面会进行介绍 在市面上面 对于Spark的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它是说给Hadoop插上了一对翅膀 让它飞的更快 因为我们知道 Hadoop它是一个大象 对不对 从大象的体型来看 它是很笨重的 如果能够为它插上一对翅膀 让它飞的更快 跑的更快 是不是更好的 就是 而且Spark它最原始产生的时候 它是一篇博士论文 这篇博士论文是英文版的 那么在CSN上面 当时是组织的 不少人对这篇论文做的翻译的 也就是说现在是有中文版本的 如果你们想对Spark有个更好的了解的话 可以大概的去看一下那篇论文 到底Spark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根据这个官网的介绍 我们来一个一个的进行描述 第一点 它的速度很快 我相信大家对于Spark的认识 第一点肯定是速度快 那么具体上为什么会快 你快多少呢 官方网站给了一段话 它说运行你的应用程序 能够快100个数量级和MapReduce对比 当然它的数据是在内存上面的 如果你的数据是在4%上面的 那么Spark它的执行速度 也要比MapReduce快10个数量级 官方可能这么快 其实是有一定的水分的 真的没有这么快的 快是肯定的 这边有一张图 逻辑回归计算 在Hadoop里面 其实也就是MapReduce里面 和Spark里面 它的执行速度做了一个对比 他说在Hadoop里面 它用了110秒 但是在Spark里面 它用了0.9秒 这个数据有点夸张 那么它说快 有哪些原因 使得它的执行速度快呢 很明显第一点 我们知道 Spark它是一个机器内存的 一个机动官家 基于内存 比基于磁盘 对于速度的读取或者处理 肯定是要快一点的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点是 阿瓦奇Spark 它提供了一个 更高级的一个DAG的执行引擎 DAG什么 有向无环图 这个执行引擎 能够支持 你的数据流的处理 以及内存的数据计算 这里面也提醒出来 它是内存的 所以它的速度会快 第三点 我们知道 在MapReduce里面 它的作业 不管是Map作业 还是Reduce作业 它都是以进存的级别 进运行的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它的启动和销毁 是需要一定的开销的 那么对于Spark 它是基于线程的模型的 而且是有线程池的 你用的时候 去线程池里面拿线程 用完以后 会把线程丢回线程池里面 以供后面其他的作业 进行继续使用 所以说 对于Spark 这种基于线程模型 对于任务的启动开销 肯定是比像Hadoop MapReduce那样的 基于进程模型的 肯定是要小很多的 所以 它也是能快一些的 这是它的第一点 速度快 第二点 易用 那么易用 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看官方怎么说的 它说能够写 或者是开发 我们的应用程序 非常快速的 使用加拉语言 斯卡语言 Python语言 和R语言 你熟悉哪一种语言 你就可以选择 哪一种语言 进行开发 这是比较易用的 是吧 这是易用的第一点 第二点 Spark它提供的 有超过80多个以上的 高级别的操作API 在MapReduce里面 我们只有Map和Reduce 两个算子 但是Spark里面 它有一些Join 或者BlueBuy 这些 我们常用的方法 它全部都给我们提供了 所以我们用起来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它能够使得我们 更加容易的去构建 我们的并行的应用程序 而且你还能 启动一些交互式的 你可以使用斯卡拉语言 Python语言 或者R语言 也就是说我们在测试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写完一段代码 直接给它在交互式的 命令行里面执行 这样子我们开发起来 就非常非常方便 不像MapReduce里面 你写完以后 也打包包运行 比较麻烦 是不是 好 这是第二点 好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 它说是在Spark里面 我们用Python的API 进行开发的 我都看的 这我都看的 其实就是两句话 第一句 我们通过TestFile 去HDFS上面读取 这三个分子进行链式的处理 就能够完成 我们WordCount的编程 这个和MapReduce的代码 做一个对比 它的代码量简直是少的 非常非常多的 对不对 其实就两行代码 如果你把它写到一行 用链式的话 写到一行也是OK的 那么你如果有MapReduce的实现 这么多 这么多 是不是 所以它是易用的 就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它是通用的 好 这地方你看 这地方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 Spark它是一个快速的通用的引擎 那么这个通用 它体现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我们Spark的第三个特点 它能够联合Circle Streaming 也就是流 还有一些复杂的分析操作 把它放在一块进行操作 是吧 我们先看右边这张图 在Spark之上 它有Spark Circle 它有Spark Streaming 就是处理流式处理它 Spark Circle就交互式的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Graph X 它就是一个图计算 在一个Spark之上 它有不同的子框架 用来处理不同的应用场景 这个就很方便了 我们只需要学习一个Spark 只需要在环境上面搭建一个Spark 就能够完成 这个框架多样性 所带来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 Spark它提供了一个帐 这个帐什么 它能够包括你的搜口 当然 搜口还有一个Dataframe 我们会说后面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的包 Graph X 是图计算的 Spark居民 是用来做流处理的 你能够联合这些所有的架包 无缝的对接 在一个相同的应用程序里面 这个就是它的强大支柱 就是一站式解决 多个不同场景的业务 好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特点 它能够运行在很多地方 那么Spark它能够运行在Hadoop之上 也能够运行在Methos之上 还有Standone 这几个说白了 体现的是运行模式 这个Hadoop指的是Spark可以跑在亚值上 亚值是负责资源管理和调度的 Methos它也是负责集群资源的管理和调度的 和亚值类似的 还有一个Standone Standone 其实就是Spark它自己自带的一个集群的管理方式 或者说能够跑在云端 都是可以的 它能够访问各种各样的数据 是不是 当然这个数据它可以是HTFS之上的 也可以是Cassandra之上的 还有HBase和S3之上的 都可以进行访问 那么这句话虽然非常简单 它能够访问HTFS的数据 其实这一点对于公司当中的技术选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想一个问题 大数据发展到至今 从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使用Hadoop 它的数据就是存放在HTFS之上的 如果新出来一个计算框架 它都没有办法去访问HTFS上的数据 那么注定这个框架不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想用这个新的框架的话 你还得把数据做一次迁移 是吧 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个数据量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你要做迁移的话 其实成本是很高的 如果新出来一个框架 它能够直接访问HTFS上面的一些数据 就没有任何的数据迁移的工作了 还是很方便的 对不对 右边的图就是Spark 它能够运行在Hadoop Messos 能够访问K39HTFS里面的数据 这就体现了Spark的四个特点 我们回到TPP上面来 好这段也简单的列了 第一点是速度 第二点是易用 第三点是通用 第四点是能够运行在不少的地方 我们对这个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速度 执行速度也快 是不是 开发速度其实也提高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易用性决定了 它提供了很多的算子 而且能够支持多种不同的语言 加把语言 Skala语言 Python语言 R语言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熟悉的语言就OK了 这样子你使用起来 开发速度也快 执行速度也快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是不是 通用性 这个就解决了多个框架 所带来的学习成本和运维成本的提高 最后一个 它能够运行在很多地方 它能够无缝的去访问我们HTFS的数据 它也能够跑在样子上 使用样子来做整个集群资源的管理和调度 那么Spark它的概述和特点 我们就讲到这里